经常有朋友问我们 买房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房子放在自己的孩子名下 虽然将孩子的名字放在房产账上去避免日后的继承问题 听上去可能很诱人 但是在这样做之前应该三思而后行 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面 我们以房地产经纪人的经验给大家提示几个 在加亲人到房产证上面之前需要考量的方便 避免将亲属的名字放在房产上 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出现的财务风险和责任 当你在房产证上添加某人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就变成了该房产的合法共友人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在所有权上有份额 也同时需要承担与房产相关的任何税务责任 或者是法律问题的责任 如果你的亲属遇到了财务的困境 或者是法律纠纷的话 可能会让你的房产面临风险 并且对你自己的产股稳定性 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简单地将亲属的名字添加掉 房产证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潜在的家庭冲突和争议 即使在最亲密的人之间 也有时会发生一些分歧 如果你把自己的房产完全放在亲人的名下 那么按照法律 你的亲人就有对房产管理和出售的绝对权利 当多个家庭成员被列为房产的所有者的时候 决策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容易产生争议 可能会出现对于如何管理 分割甚至出售房产的争议 导致你不必要的一些压力 家庭的关系紧张 甚至法律诉讼 大家可能会觉得 自己的家里人绝对不会这样不通情达理的 但是作为房地产经纪人久了 我们多少都遇到过客户的类似的家庭纠纷 清关难断家务事 不管谁胜谁负 最后大家心里其实都不好受 所以我建议呢 大家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 就应该必须清楚的考虑 那么对于家庭动态的一些潜在的影响 那么最后 将清楚的名字放在房产证上呢 可能会让财产的规划和继承事物变得比较复杂 那么根据亲属关系 和房产证上是如何持有房产的 如果你的亲人去世的话 房产不一定就直接归你所有 而可能是需要遵循他的遗嘱 或者是法定继承人 这可能直接导致你丧失部分 或者是全部的决定权 反而一知 你百年之后 房子可能归你的亲人所有 而不是遵循你的遗嘱意愿 那么简而言之呢 就是在没有遗嘱 或者是其他的财产规划工具 比如说信托 而是仅仅的将房产加上亲人的名字 就可能会导致房产按照法律程序 而分你的意愿进行分配 甚至会导致你百年之后 家庭可能产生更多的争议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财务风险 家庭冲突 将亲属的名字直接放在房产证上 还可能会带来一些税务影响和法律后果 那么根据司法管辖区的不同 将所有权转让给家庭成员 可能会触发赠与税 或者是其他的税务义务 那么此外 如果你加了未成年的孩子在房产证上的话 在佛罗里达州 未成年人出售房产 是必须由法院指定的监护人 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的 而不是说默认家长做主 这个程序实际上是非常繁琐的 而且它不便宜 虽然把亲属的名字放在房产证上 听上去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大家必须要考虑到 这种决定可能带来了一些 潜在的温险和复杂性 以上呢 只是给大家简单的罗列了一些 在没出现问题之前 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些细节 那么实际上 你在做任何关于房产所有权的决定之前呢 我都强烈的建议大家咨询法律和财务专业的人士 这些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你要记住 保护自己在财务的稳定和和谐的家庭关系 在拥有房产的时候 是应该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财产保护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 近期我们会专门的邀请专业的律师 对大家就房产和信托常见的一些问题 给大家答疑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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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